小朋友,你是否约上的?我好 它的主要作用呢,就是提拉下垂的组织 而热马级呢,则是利用RF射频刺激胶原蛋白再生 增加皮肤的弹性 虽然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呢 但其主要的作用还是紧致 目前市面上效果最好的热马级呢 是美国2017年初的FLX这个版本 国内喜欢叫它第五代 FLX的热量呢,比前一代提高了1.3倍 深入程度也提高了180% 热马级呢,可以做面部、颈部、眼部和身体等多个部位 而且每个部位都有自己专属的探头 超声刀呢,目前市场上比较广泛的是美版和韩版 美版比韩版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维持的时间呢,也更久一些 当然价格也相对更高一些 另外呢,超声刀是不能做眼睛的 综上所述呢,如果你想提拉,你就做超声刀 如果你想紧致呢,你就做热马级 嗯,不过有条件的宝宝可以考虑超声刀和热马级同时进行 嗯,因为这样呢,效果就可以达到最好 好了,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